您好 想弄点啥 您好老板 我想卖几块银元 卖几块银元 对 你先看看 我先看看都是啥样的 好吧 好呗 这银元看起来不错 上手 壁面 鞭齿看的都对 总共是8块银元 数量能对它上吧 数量没问题 就是8块 这从这个银元的鞭齿包浆上来看 应该是家传的吧 这也算是家传吧 我他两个都一样 前一二十年 周迪你不是上那眼 你知道吗 上那老岳父 给我呢 岳父给你的 对 我这不错呀 不过你这是这 你岳父给你的这银元 一般都让当传家宝留着的 怎么就出手了呢 这个岳父说了 这8块银元让我卖了 当零花钱 当零花钱 卖了当零花钱 我这手笔比较大呀 他俩的银元比较多 我看他那响子那边 估计买个几百块吧 几百块 对 我真厉害 随手给我赢了 老干 你这是捡到宝了 自己几百块银元 可不简单呀 银元 我感觉没下吧 我这一个月 三十两百元 五年 我感觉一个月 扎扎袋买个几十块 你这 几百块 很正常 很正常 一个月三四千块的工资 你攒一年 你买不了几百块吧 我先跟你说一下价格 你可能不知道 它具体价格 我看了一下 这里面大概基本上 好多都是大头 像这个是普通的 然后是一个简单的小板 三角圆 这个我们收的话 给个一千三 一千三 对 这个是甘树版的 像这个甘树版的品相一般 不过好在滋口看起来还都是深的 这个能给一千六 一千六 对 看怎么想到那贵 这两块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工资了 你这一个月工资想买几十块不现实了 再说一下这个小头 这个小头可能会便宜点几百块钱 品相一般 并且壁面上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小 小戳 这个我收的话也就六百块钱 六百 对 再看一下 这个是大头 嗯 这个大头也就普通的大头吧 一千二 一千二 对 嗯 这个也是一个普通的大头 没啥版别 也是一千二 哦 然后这个 我这个有版 嗯 这个是欧版的 哦 欧版能给欧版 欧版就这个 嘉河这一面 嗯 这个 嘉河结这里 你看这里有一个小欧字 不懂 不懂 嗯 这个 嗯 能给四千 那高吗 对 这都是大头 不一样 有版别的 他肯定价格高一些 你这个品相也不错 味道也非常好 我这感觉还是说说的太能了 你说的话有点满了 这个也是三角园 嗯 也是一千三 哦 也是一千三 这个是小头 这个小头 没啥毛病 这个能给八百 呜 你看你这算下来 这八块银元下来得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 一万多 这你这看你老丈人随便给你拿八块银元 让你当零花钱 啊 嗷嗷叫呀 那他那几百块那边有没有支签呢 或者几千万 那你要是带龙的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 他当时就说就让就单独的就说让你当零花钱花吧 对啊 啊 没说其他的吗 因为太多了 他说要对他闺女好一点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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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这 是不是 这都不完美手了 哦 对他闺女好一点 以后多给你点 哎 对对对 那你得对你媳妇好点 那你跟夏娅说的话我确实捡到薄了 那你绝对捡到薄了 你像这八块一万多你像几百块啥样子是不是 我这身价也就是几百万了 那你这咋说呀 你只要是对你媳妇好 这以后好日子我在后头呢 对对对 这东西咋弄 咋弄卖了 卖了是吧 妈都卖了 那行 卖了我说指纹啊 急需孝敬老丈人 那对那对对吧 哎 那我就给你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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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好嘞